听到救护车鸣笛 前方黑色自小客赶紧让道 但是有一部小货车迟迟没有让开 按喇叭加上闪灯示意 小货车还是继续挡着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路口 连续按了好几次喇叭 小货车驾驶才慢慢靠边让出空间 让救护车通过 事发在高雄前锋路6月7号傍晚5点多 小货车总共挡到850公尺 让车上一名全身大抽筋的伤患 延误就一两分钟 一般的救护人员在遇到紧急按键时 要提醒前方让道 除了闪灯跟鸣笛之外 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音像这样 但是如果前方车辆驾驶没听到 鸣笛声再怎么变化都没用 也是让这一次被挡到的救护员很头痛 不立即避浪 死人形台地3600元发缓 我们现在一般自小课里面可以看到音乐开到最大声 分贝测出来是65到72分贝之间 但现在已经听不到外面声音了 如果是小货车 音乐开太大声听不到救护民地 就至少要超过65分贝 我这个有倒车显眼就看得到后面有救护车 不过并不是每一辆货车都有安装后方监视器 因此警消还是要提醒民众 不管是开什么车在路上 都要随时注意前后左右车况 不然就像这一次 小货车挡到影响救护送医 万一遇上了更紧急的患者 是连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的 TVBS新闻徐克成纪元高雄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